改变二战走势的不是苏美英三巨头,而是指挥着三十万大军具为维诺诺的他,斯大林格勒战役粉碎了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德国人数最为庞大的第六级团军。 在这场战役中文明世界,也在这场战役中覆灭,朱可夫、保卢斯、马斯坦因、崔可夫,这些二战元帅级别的将领,在这里上演了一场风起云涌的对手戏,七十多年前的第六级团军,斯大林格勒战役就应该是他们的宿命吗? 众所周知,德国进攻苏联的计划,被称为巴巴罗萨计划,但显为人知的是,这个计划的总设计师正是后来的第六级团军司令官保卢斯,而在当时,第六级团军的司令,是著名的纳粹基级分子,心狠手辣的赖歇恼将军担任。 战争开始之后,保卢斯的身份,是第六级团军总参谋长,他和赖歇恼的搭档极为默契,一个性格随和,但是拥有很高的参谋水准,一个擅长打硬仗,并对纳粹战争,怀有极大热情的硬汉军人。 他们携手率领隶属于南方集团军群的第六级团军在苏德战争初期所向披靡,迅速地完成着作战计划,但之后本该向着莫斯科继续进发的第六级团军却被希特勒下令参加围攻基辅的战役。 1941年10月,赖歇恼在基辅贵战中大放逆彩,在全面获得基辅贵战胜利之后,他指挥第六级团军向哈尔科夫和库尔斯克方向突进,分别在10月24日至11月2日夺,取了哈尔科夫、别尔哥罗德和库尔斯克等城市,推进速度之快,攻击力量之强,都让苏军很难应付。 同时,作为狂热的纳粹分子,赖歇恼要求手下士兵无情地根除敌人的阴谋和暴行,彻底肃清布尔什维克思想,消灭苏维埃国家,对战领区的苏联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甚至尹德的军内部同僚都不满了,从军事成果上来看,这是第六级团军的巅峰时刻,其庞大的编制无一步凸显着希特勒 对赖歇恼的信任,11月底,赖歇恼被希特勒任命为南方集团军群总司令,保卢斯接替他成为第六级团军的司令,从上帝视角来看,这次任命,改变了第六级团军30万人的命运,仅仅上任不到两个月,赖歇恼就被繁重的工作压倒了, 1942年初,他突然死于心脏病,七个月以后,他曾经率领的第六级团军,正在老搭档保卢斯的指挥下,在斯大林格勒敖战,希特勒狂妄地宣称,斯大林格勒,是打开福尔加河的钥匙,然而德军却在城市中陷入巷战,装甲部队没法发挥作用, 10月,朱可夫偷偷在福尔加河东岸集结了50万军队,而德军却全然不知,之后苏军发起全面反击,11月23日,南北两路苏军会师,第六级团军的22个师33万兵力落入苏军包围圈,在这个千军一发的时刻,保卢斯性格上犹豫体现出来了,维维诺诺的在乎希特勒的命令, 多次,无视曼施坦因的突围建议,更加矛盾的是,他听从了希特勒不突围的命令,却没有听从希特勒不准投降的安排,任凭手下30万官兵在天寒地冻的斯大林格勒城下,逐渐的凋零,到了第二年的2月,也就是1943年,被包围三个月的保卢斯, 在刚被希特勒提升为陆军元帅以后,便向苏联投降了,如果赖歇脑还在,第六级团军会在一开始就拼死突围吗? 如果希特勒没有犹豫,第六级团军会不会得救? 历史没有如果,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斯大林格勒城下,随着时间慢慢流逝,只会流传着正义必胜的故事。 历史上,随着时间慢慢流逝,只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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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逝。